局政府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日前在接受央视记者专访时就表示 国家主席习近平关于香港局势的重要讲话 清楚的指明了当前香港工作的方向 更加坚定了香港特区政府和警方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的决心 总书记已经说得很清楚 现在香港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止暴制乱 恢复香港的积蓄 这个跟我们的目标继致的 而且总书记讲的有关三个坚定支持 及其行政长官支持警队 而且既此我们司法机关依法去严惩一些暴行 这个也是我们香港的目的 所以在这几方面我们当然会以几个方向 去落实 而且希望尽快可以解暴击乱恢复社会的积蓄 李家超说香港的暴力事件已经到了难以容忍的程度 除了严正执法以外 还必须让暴徒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要负什么法律责任 第一一定要严正举法 第二呢我们也要让整个社会要面对同一个方向 要有一个共识 到目前为止我们抓了的要超过四千人 当然这个我们希望抓人的时候 除了让这些暴徒明白要负上法律责任以外 也希望他们从法律后果里面去看清楚问题的严重性 特别我们看到有些时候呢 有一些行为啊是真的是危害人身安全 可以写记到一些意图谋杀的一些行为 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现在呢除了举报激乱以外 我觉得整个社会应该清晰的看到问题所在 无论你的所谓的目的是怎么样 暴力行为就不可以接受的 而且只会制造更多的暴力 把我们香港退到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局面 我希望除了警方的严正举法以外 加上社会对这个暴力行为的谴责 不顾系暴力 以及法院尽快有一些 挤道性权威性的一些判决 让社会老百姓群众明白 什么是对 什么不不容许的 这是很关键 李家超表示香港警察是止暴制乱的关键力量 在新一任警务处处长邓炳强的带领下 警队将一如既往的坚守岗位奉献社会 我觉得警察真的很艰苦 他们很坚定 我也非常感谢 也非常骄傲 我们香港有这么有效率 专业的一个团队 无畏无惧 去保护我们香港这个家园 香港区议会选举在即 李家超表示 香港特区政府和警队将采取多种措施 保障选举顺利进行 整个特区政府全力投入去硕保 我们的区议院选举会安全公平公正的举办 当然警方是最前线 我知道他们已经有不同的部署 包括都针对投票站的安保工作 每一个投票站都有警方的人员把守 第二个就是在周边的环境 要让老百姓安心去投票 所以他们有一些高姿态的巡逻 针对一些高风险的地方 当然这个方面更会加强 而且警方会有一些快速的应变队伍 如果有什么情报 或者是听到有什么风吹草动的事情 已经启动这个快速应变的部队 去立即处理 当然整个政府包括不同 推动这个投票工作的单位 都是应该尽力大家营造一个公平公正的投票环境